唐朝开元年间 温县有个叫田围城的富二代 因是家中独子 自小浇灌纵容 养成了随心所欲 自以妄为的性格 父母嫁和西去以后 更是没了顾虑 终日纵情声色 花天酒地 吃喝嫖赌 样样俱全 不到三年便将家产耗去了十之八九 最后只剩的一个庄园 又渐渐把周围的田地 变卖挥霍一空 之后干脆把房子也拆来卖掉 供他日常用度 不多时 一个好好的庄园被弄得七零八落 末了 只留下当中一间正堂窥然独存 树倒湖孙散 家中几十号仆人奴婢全跑了 只有一个叫魏三的留了下来 这天围城虽然是个花花公子 但长得人高马大 有一膀子好力气 那仆人魏三也非常强壮 力大无穷 主仆二人向来臭味相投 如今食不果腹 一不蔽体 各自仗着孔无有力 便商量着要做些见不得光的勾当 因为生平最爱吃牛马肉 如今既然没钱买了 那就只能去偷呗 两人一拍即合 待到黄昏后出门 一直走到五十里外 遇着别家的牛羊罗马 直接捆了背回家里 又在堂中挖一个坑 埋了几个大瓮在里面 专门用来注放牛马肉 至于毛皮骨头之类 便掩埋在堂后 又或者点一把火焚烧掉 起初只是为了满足口福之欲 后来偷得多了 两个人根本吃不完 田围城便叫魏三拿去集市上卖掉 换些银子买酒 买油盐调料等 如此过了一段时间 两人已经习以为常 加上每次都跑出去很远 处理得又快 自然神不知鬼不觉 便顺理成章地将此当成了终身事业 要说这天为成 生性又是杀 唐里墙上挂满了弓箭 罗网 弹弓等 平日里没事的时候 便千方百计思量着如何杀生害命 只要出去一趟 从不会空手而归 无论是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还是谁理由的 只要被他看到 总要想方设法弄来吃掉 抓来的东西多了 两人便想出许多种吃法 什么生个起干 生抽起筋 亦或者生断骑舌等等 其花样之繁多 手段之残忍 简直不认赘述 总之就是不肯痛快 给一刀杀了再吃 比如弄到甲鱼 便将其放在烈日中爆晒 然后放一碗酒在他跟前 甲鱼口渴难耐 只得喝碗里的酒 此时再将其放到锅中煮了 说是格外好吃 如果是吃毛驴 那就就更残忍了 做法和一道禁菜活叫驴 这是一道残忍的菜品 在驴活着的时候 把它绑起来 顾客想吃哪一部分的肉 就用开水把那地方浇熟 然后再割下来 蘸一些调料吃 差不多 不同的是 这二人是用火烧 而不是用开水烫 遇到浑身是刺的刺猬 两人便把盐巴混在吸泥里面 用调和好的泥 将活着的刺猬包裹成一团 之后再放到火堆里烤 等到泥巴被烤得通红时 再包开 刺猬的皮和刺 全部跟着掉了下来 只剩下一团熟肉 各种残酷行径 林林种种 数不胜数 有的太过血腥 此处就不过多叙述 二人丧心病狂 以此为乐 每次抓到能吃的动物 总能想出一余常人的恐怖手段 落到他们手里的生灵 其下场之悲惨不言而喻 二人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可怕吃法 乃是臭名昭著的尽菜专家 这二人为所欲为 难道就没个人管吗 那倒也不是 田维成有个姑父 是个当官的 时常好言归劝 奈何他左耳进右耳出 急到后来 姑父也去世了 自此 这世上再无人说他半句好歹 时光四见 岁月如作 一晃就过了十多年 一天 那魏三突然得病而亡 田维成一下子没了帮手 只得找来小时候的奶娘 替他守着堂屋 自己依旧去做那些勾当 如此过了一个多月 这天晚上 他正烤着牛肉大块朵頤 忽然有两个轻衣人闯了进来 用绳子套住他脖子 拉了便走 田维成岂是束手就擒之辈 正要挣扎 一发力才发现浑身绵软 提不起一点进来 无可奈何 只得认怂 老老实实跟着二人去了 边走边挨告道 两位大哥 这是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呀 轻衣人道 你家仆人把你供出来了 须得去当面对质 田维成一头雾水 完全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不一会儿 来到一个大院 轻衣人 让他在堂下等候 请客 走过来一个判官 田维成定睛一瞧 不禁师生叫了出来 姑父 这是什么地方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来了 判官见他也是大事一惊 说道 完了完了 你阳寿未尽 此次前来肯定是为了其他人的案子 可你在阳间作恶多端 残杀生命千千万万 仇家全都在此 这可如何是好 此事田维成方才恍然大悟 晓得自己是到了地府 想起平日的所作所为 也有些惧怕起来 于是连忙叩头道 都怪小侄以前不听姑父良言相劝 如今到了此处 还望姑父顾念亲情 大救小侄则个 判官虽然恨铁不成钢 但也不能见死不救 只得让他待在原地等着 自己则去了解情况 过了许久才回来 满面凝重地说道 搞清楚了 你却是阳寿未尽 此次前来是因为三知识而来 你杀害的生灵太多 只怕到时候那众多生会一见你 就不由分说将你生吞活泼了 这也是怨不得他们 全是你自己造的孽 田维成顿时下的魂不附体 跪倒在地眼泪鼻涕起流 不停哀求辜负就他 判官沉生道 早至今日 何必当初 别毫了我自有安排 当即命人将其所在厅后 一间牢房内 又召来所有被其杀害的生灵 打听非常之广阔 有上万个平方 那些受害的生灵 分支他来 竟然将其填得满满当当 但见遍地牛马鸡鸭 鸟兽虫鲁鲁鲁鲁猪羊杖 杖鹿兔 蝦以及刺猬等 不可计数 少说 也有数万之众 纷纷嚷道 照我等前来 所未合适 判官道 田维成一道 话音刚落 众冤魂皆咆哮大怒 张牙舞爪大喊道 逆贼 划我命来 划我命来 各个体型暴涨 瞬间大了数倍 只等仇人一现身 便要将其分而视之 判官连忙安抚道 我知道诸位与此人仇身四海 但今日若是由着你们将其生吞活泼 虽说一时畅快 实则徒增诸位罪孽 来生仍投身为处类 如此有何益处 不如听我一言 今日暂且饶他一命 让他回到阳世后为诸位积的追伏 诸位来生也可投胎成人 如此岂不是更好 众冤魂文言大喜 全部恢复了本来的体型 判官命人将田围成放了出来 对他说道 你做太多 虽免了众受吞噬之苦 却也要受一些责罚 说完 早有两个狱卒将其装入一个袋中 取出几根空心主管 一头削得尖锐无比 尽数插在了袋子上 袋中的田围成痛得哭爹叫娘 此时方才后知后觉 晓得自己平日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毫无人性 没过一会儿 鲜血流了遍地 判官摆摆手 狱卒停止刑法 打开袋子 一左一右将站立不稳的田围成架走 依旧带到厅后关了起来 判官又对一众冤魂道 此人已经受了酷刑 权当先还你们一点债 金放旗返回杨氏为诸位追伏 也好让你们都能投生为人 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 众冤魂见判官处事公正 据得无话可说 有徒来生可以投生为人 便各自败谢而去 判官让一族将田围成带到跟前 敦敦教诲道 冤报赞解 可以还阳 如今你自己亲眼见到了 作恶是有报应的 望你以后解杀 多做善事 否则终究难逃果报 田围成浑身是血 贵岛在地说道 多蒙姑父竭力周全 侥幸逃过一劫 小侄此后自当痛改前非 不敢再增恶业 但宿罪过重 不知该怎么做 才可以抵消如此大的罪过 判官道 你啊 罪业太重 非等闲作福可以免得 除非虔诚赐血血经 如此才有可能洗清 除此之外 还要将你的亲身经历 告知世间之人 好让他们以此为戒 田围成牢记在心 连连应诺 判官交代完后 依旧命两个青衣人 送其还养 临走前又叮嘱道 路上看到什么都不要管 若煽动念头 定要吃大亏 田围成频频点头 满口应成 死别而去 且说青衣人 带着田围成走了许久 到了一个热闹的地方 看起来和人间的酒店差不多 老远就闻到酒肉的香味 田围成又饥又渴 见那店里面 许多人在喝酒吃肉 口水便流了出来 不知不觉中本性复发 早把姑父的丁主 抛到了酒消云外 要拉两个青衣进去 饱餐一顿 青衣人道 去不得 不听劝告 有你后悔的时候 田围成物自不信 青衣人见劝不住 也就随他了 说道 要去你自己去 我们就在外面等你 见二人不愿同去 田围成也不勉强 自己整理一关 大踏步走进去 捡了个座位坐下 便小二随即送来酒菜 一看之下 顿时吓得面如土色 原来那桌上摆着的 一碗是死人的眼睛 一碗是粪坑里的蛆虫 田围成抽身想走 小二将其拦住 斟了一碗酒递了过来 说道 喝了这碗酒再走 田围成还不识去 一听是酒 本能地伸手截了过来 顿时觉得臭不可闻 定睛一看 但这碗里粘稠不堪 像是什么肉 放在水里腐烂了一样 这谁喝得下去 正想放下 忽然冲过来一个牛头鬼 手指钢叉指着他喝道 还不快喝 殿小二一把抢过碗 搬住他的头就惯 田围成指的压了下去 完事后强人恶心 不敢停留 赶忙往外走去 突然又冒出许多奇形怪状的鬼来 纷纷叫嚷道 不要放过他 田围成吓得手足无措 两个轻衣人见情势危急 方才大声喝道 是叛怨放回来的 不得无礼 众人见轻衣人发话 方才各自散去 田围成连忙逃了出来 轻衣人埋怨了几句 说道活该叫你不听劝 这都是你的业障 你喝这一碗还抵不得罪别的债利 田围成欲加后悔 老是跟着轻衣继续前行 眼界四处浓雾弥漫 不便东西南北 身子轻飘飘的如坠云端 不知过了多久 眼前忽然一亮 好像到了阳间 仔细一看 发现已经站在了自家门口 走入堂中 只见自己身子直挺挺的躺在原处 奶娘还坐在旁边守着 轻衣人用手轻轻一推 田围成醒了过来 睁眼一瞧 轻衣人已经不见了 却听奶娘喊道 老天保佑 官人终于醒了 差点把我急死 田围成挣扎着坐了起来 将地府所见详细讲了一遍 奶娘听后 连忙双手合十 口中不停念叨着阿弥陀佛 又问田围成道 你饿了吧 还剩一些牛肉 我给你热一下 先填饱肚子再说 田围成连忙摆手道 从今以后 我要刺血血经赎罪 再不吃这些东西了 如此甚好 奶娘便去给她煮了一碗青粥 她抬起来胡乱喝了 此后把糖里的大瓮砸掉 前前后后打扫得干干净净 又去寺里请了几部经书 焚香持送 调养了两个多月 身子渐渐恢复 有了血色 然后便刺着辟血 逐步逐卷抄写起来 逢人便把自己亲身经历讲一遍 时时劝诫世人不要虐杀生命 此事在附近的传了出去 倒有许多人捐钱务工她吃喝 使她可以一心一意抄写经书 如此过了许多年 有个当官的经过温献 听闻有个年于六旬的老人 常年刺血血经 从未写代 便亲自到草堂来拜访 请出经文来一看 竟然抄写了五六百卷 觉得非常诧异 便问起原有 田维成便将前世一一告之 那当官的听后唏嘘不已 赶出良多 捐了些银子助她血经后 方才辞别而去 后来此事各处多有传闻 纵然有不信的 便亲自去看她抄写的经书 那都是用鲜血血就而成 做不得假 她本人也是面无血色 犹不得人不信 如此一来 倒使得许许多多的人 放下了杀生的念头 功德属实不小 此正所谓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也 内容为虚构 只为导人向善 与封建迷信无关 后继经常看到一些 所谓做菜的小视频 博主为了标新利益 夺人眼球 怎么残忍怎么来 还以此为荣 本人不是自命清高 我也喜欢吃肉 但真的看不惯那种 虐杀生命的人 虽然是食物 但那毕竟也是一条生命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 难道不该对生命 保有一点敬畏之心们 关于禁菜 顾名思义 就是禁纸制作 禁纸食用的菜 传说中的十大禁菜是 生吃猴脑 三只 活叫驴 铁板甲鱼 烤鸭掌 龙须凤掌 风干鸡 翠鹅肠 碳烤乳羊 最瞎 具体的这里 就不过多介绍了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网上了解 有情提醒一下 这些菜的制作和食用过程 都异常残忍 让人非常不适 慎重 防车